市面上各式各樣的非處方眼藥水都標榜舒緩眼部不適 不過消委會就指有個案顯示市民互亂使用可能會導致視力受損 消委會調查過16款市面上非處方眼藥水的資料之後 發現13款含有防腐劑 消委會指出防腐劑可以避免眼藥水在開封之後受到污染 但是對眼睛有一定的毒性 可以令到眼睛乾絡和刺激角膜 如果消費者有配戴隱形眼鏡的話 防腐劑更加會黏附在鏡片上刺激眼睛 香港呼頻電視記者胡可麥報導